我 敬同事 敬大事 計劃的方面我們真的非常認真 因為在日本目前也有27所的姐妹校 那這樣的姐妹校的連結 我們除了台日關係的越來越好之外 我們有更多的合作互動方式 那現在合作的連想還不只有我們這個地方創生 還有原住民的議題 災害的議題 文化延續的議題 我們甚至於擴展到不同的領域 包括音樂包括美術等等 我們都一起去 那那我也有兩個國家 那我們很期待就是說 接下來我們兩間大學能夠 繼續互相幫助 向上我們持續發展 也非常恭喜這次的新書院和順順序 北京平東大學和洋崎大學 2018年大學館協定 毎年數名的學生 平東大學和洋崎大學 公關留學生 平東大學跟同學大學 從2013年開始的第一期 結構的關係 從那時候每年都會交換主角 送交換者到對方下去 這個研究課題 是對金正先生來說 之外 日本全國各個地方來說 是非常嚴重的 非常深刻的研究課題 那麼 同樣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 東大學 都會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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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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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大的協力團隊 那就是協助平大這邊 幫企業做一些地方創生 那第一個我們發現就是 這些地方其實都是身家的老人家 年輕人其實都不在 因為地方沒有產業 地方沒有企業 所以我們希望說 OK 把地方的企業 把他的產業先茁壯 那茁壯之後呢 年輕人就會回流 那我們也發現就是說 剛提到的就是說 社區現在有什麼現況 其實剩下都是老人家 那生產力其實都不在這些社區 那我們有一些比較創新的產業的活動 包含一些比較 可以把人拉進來的一些概念 也是業者代表 在我們的產業 農產也是在地創生的一個很好的一個項目 它也是跟觀光跟旅遊很波遠的一個創生的模式 一起去在運行 那今天來參加這個地方創生的這個新書發表會 也是跟我們都是息息相關的 希望能夠跟地方創生 跟地方的學術單位 賺觀學一起去做鏈接 鄉公所是三月份的時候 有地方創生的專業 然後主要是做資源連結 那比如說我們的小蘋果 可可 還有一些地方的產業 然後在做觀光旅遊的串聯 然後希望把平北地區做一個整合型的形象 那我這邊是來一鄉公所 主要我們的地方創生是在做我們的文化 跟還有一些我們的農特的產業 去做一個整合跟一個推廣 那透過我們協助地方 然後把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農特跟文化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就可以把它們複製成長 然後就能夠可以形象出去 我們把平東的一些元素 繪製到上面去 希望是說從這個地方去在地出發 有一些平東的符號跟圖像 來做進行 那其實這本地方創生是在我們第一 教育部理會長計畫的進行當中 我們特別有六門課程是新課 然後有六門課程是現有的課程 那我們把它整定為十二門課程之後 出版了這本書 所以其實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選分學生的課程當中 就是風險給我們的一個 交流的一個構想